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我们久违的时事为之 知识单元 三人成虎 虎是虎烂的虎 让大家听完虎虎生风虎年行大运 考试都考一百分 这个三人成虎单元呢 为期身为键盘记者键盘专家 一边八卦的同时 我也会一边尽量附上参考资料 不过当然 欢迎大家来抓漏咯 我们今天要来更新澳洲把球王Djokovic 驱逐出境的澳网抓码 请把没有听上集的听众朋友 前情提要一下 友情提醒 这个前情提要有点长 好 目前澳洲墨尔本呢 正如火如荼 进行澳洲网球公开赛 澳网一般是网球年度 四大满贯赛中 最早举办的一个 那今年的时间是 1月17到1月30 所以目前还在打 然而今年呢 男子网球世界球王 Novak Djokovic 以下我们简称他拥口 他在1月5号 飞到墨尔本机场 准备打澳网的时候 居然杠上了澳洲政府 首先是一落地 就被海关拒绝入境 取消签证 直接从机场被送到 移民居留所住了好几天 然后呢 在1月10号 澳洲联邦政府听盛会上 又大翻转 法官判定 澳洲移民部 取消窘口签证这个决定 是无效的 所以接着窘口当天 1月10号 就被释放正式入境澳洲了 隔天 他也马上就去澳网球场 暖身练习 好 上一集我们录音的时候 这个事件大概进展到这里 我们的澳洲特派员安妮呢 也针对这次窘口事件 和我们分享了相关的澳洲防疫和边境封锁政策 不仅如此呢 他还为我们带来了他对澳洲文化的观察 例如澳洲人其实和我们想象中的欧美文化不太一样 他们追求和谐团体意识强 但很多时候规则又模棱两可 有很多例外 然后又很爱护踢皮球 总之他的观点非常精彩有趣 推荐大家赶快先打开第二季 第30集收听安妮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帮大家更新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为什么会说又发生呢 因为当1月10号法官宣布拥口可以入境之后 大家以为事情应该到这里就结束了吧 终于大家可以好好关心即将举办的网球比赛 没想到拥口最后居然还是被澳洲驱逐出境 真的不能打澳网了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上集有和大家提过的伏笔嘛 根据澳洲的法规 移民部长Hawk 本来就可以使出部长的最高权限 用危害国家利益为理由 直接再一次取消拥口签证 然后拥口入境澳洲之后 也被陆续踢爆 他12月明明确诊了 隔天还去参加公关活动 而且照片上看起来也没有戴口罩哦 另外大家还发现 拥口疑似在澳洲入境药田的表格上面说谎 那上一集的最后呢 我跟安妮也大胆的预测一下剧本 不过看来是完全没猜中 那套剧本呢 就是拥口后来找了厉害的危机处理公安公司 接手他的推特 内容呢不外乎就是 谢天谢地 谢澳洲人不计前前的给我机会 接下来我一定会乖乖的遵守澳网 跟澳洲的防疫政策 我真是太感谢移民部长了 感谢总理 太感谢维多利亚省长 对我和网球运动的支持 总之整个内容就是要把澳洲人捧上天 那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啦 However 拥口就是没有来找我和安妮 帮他量身打造媒体strategy 所以他后来就自爆了 打赢官司的拥口呢 他在1月12号秉持着 死了都要tweet的精神 再次发文 好不过他不是只是从twitter 他这次是像敬蕾一样 像李生一样从IG发了贴文 就是文字的 充满了文字的图片 然后再转发到twitter上面 那这边死亡之文到底po了什么呢 第一个他说 去年12月确诊之后 我虽然有出席公关活动 但我都有保持社交距离哦 中间有拿下口罩拍照 是因为我不想让记者失望啦 那这个部分我深刻反省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 他在那个澳洲入境表格上面 疑似说谎的事情 然后这件事他就直接推给经纪人 他就说 哦这是一个人为的小书师 是我的经纪人舔错了 那如果澳洲政府需要我提供更多资料 我一定都配合 那最后就是讲一些废话 就说哦我真是太幸运啦 可以打澳网 我爱我的粉丝 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跟世界一流的选手 然后在世界一流的群众面前好好表现 那这篇死亡之文呢 当然立刻又让舆论炸锅了 大家想说到底谁在攻撒小 就全世界已经搞成这样了 你确诊害怕怕糟就算了 还死不认错说 哦我不想让记者失望 然后那个表格天错 他就推给经纪人 但我觉得这部分就可能 需要太诚恳一点吧 那最后他讲这些我爱我的粉丝 就只是有点废话 而且有一种 好像他就自己站在一个被害人的姿态 但如果说我是无辜的 没有在看网球的澳洲民众 我应该很不爽 就想说你在研打书 我们对你很差吗 明明就是你先违反我们国家的规定 结果两天之后呢 时间来到1月14号 澳洲的内政部长兼移民部长Huck 宣布二次取消Djokovic的签证 持的理由呢 是说 这是我们考量全体人民健康的 公众利益下做的决定 然后澳洲总理Morrison也立刻表示 在澳洲人民的牺牲之下 我们澳洲 我们澳大利亚 是疫情爆发后 世界上死亡率最低 经济成长率和疫苗覆盖率 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种人民的牺牲不能被忽视 加上他没打疫苗 我们就不能让他进来 我支持内政部长的决定 当天 拥口就被送回移民居留所 等待他的案件上诉到联邦法庭 然后再过了一天 1月16号 联邦法院很快的裁定 拥口上诉失败 基本上呢 法官不会管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drama 他就是只看这一次 营民部长Hawk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法律上有没有效 有没有发生像前一次 有一些行政瑕疵之类的问题 那结果是没有嘛 所以 移民部长的确就是有这个权利做这个决定 事件到此呢 拥口的签证正式被取消 那澳洲政府就可以把他驱逐出境 然后拥口还要付所有法庭的费用 另外还有一个附加的条款 基本上呢 如果移民部长用了这一条规定 未来三年内 拥口其实是不能申请澳洲签证进来打比赛的 隔天拥口就先发了声明说 自己虽然极度失望 但还是尊重澳洲法院的判决 然后他就搭飞机离开了 不然怎么办 难道他要像安妮说的 被驱逐到那个岛上面 等待澳洲政府还他签证的一天吗 好 那这场拥口对决澳洲政府的drama 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掌柜再来想为大家追一下 后续的热门话题跟各方说法 第一个热门话题呢 就是拥口在继续这样不打疫苗的话 他还可以去参加其他的比赛吗 好那接下来第一个重要赛事 其实是在美国的大师赛 有两个地方 南加州跟佛罗迪达 那美国目前的入境规定呢 假如说你不是公民也不是美国绿卡的居民的话呢 你要上飞机之前你就已经要给航空公司看你的疫苗证明 再加上你24小时内的阴性证明 不然他们是不会让你上飞机的 其实美国的规定我自己觉得还蛮松的啦 我有去看他CDC的一些条款 就假设你没有疫苗证明的话 如果你可以提供其他补充文件的话 你可以申请医疗豁免 其实就是拥口之前在澳洲出包的那些那种文件就对了 就说哦 我不方便打疫苗 还有另外一种补充文件呢 是假设你已经得过了 你可以提供一个证明说 哦 我已经recovery from COVID-19 那样其实经过申请也是可以的 呃 由于美国是一个大链鼓场 就疫情大爆发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挡他下来啦 因为基本上大家进出美国还算是蛮自由的 再来就是五月底的法王跟六月底的温布顿嘛 发生拥口澳王无法入境的事件之后呢 大家也纷纷去问这两个单位 以及法国跟英国政府 如果没有打疫苗的话 还可以入境打比赛吗 那目前可能是因为冬天的疫情高峰 所以基本上各个政府都不太敢松口 就说哦 我们一定是秉公处理啊 不会开什么先例啊 没有人可以有特权啊 我们会再观察看看 不过我个人认为大家只是说说啦 不太可能从此不让拥口去打比赛 好 那下一个话题呢 也是跟网球有关系 前一字我们聊到拥口为什么那么兴奋发twitter 一个原因我们猜测是因为他真的很想打奥王 因为本来奥王是他最有可能拿下 他第21座生涯大满冠军的机会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就是因为他跟另外两个巨头 Nadell 纳豆跟Fedler 他们三个人目前手上都有20座弹满冠军 只要谁先拿下了一座 基本上就是破了历史记录 然后你也知道如果要破记录 你就必须要再多拿一个 也就是你要再破记录的话 你就拿到第22个才会破记录 好吧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今年的奥王对他来说 是一个生涯的重要比赛 那既然拥口已经失去了这次 抢先在奥王拿下21座大满冠的机会 那接下来到底谁会破记录呢 这个话题呢 当然就是各有支持者啦 不过目前的风向普遍是认为 奥王现在谁会胜出是冠军还不一定 但是呢 如果是下一次的大满冠 法王的话 很有可能Nadell可以在那边拿下他的冠军 因为目前为止 Nadell已经在他最擅长的这个红土的 法王球场拿下了13座冠军了 所以理所当然大家也会非常期待 他可以率先在这边拿下第21座 再来我们来更新一下 互踢皮球的各方 在事件结束之后又说了什么 前一次我们提到说 这个事件其实有点罗生们 就不知道是奥王协会 或是当初发给拥口医疗豁免的 那个维多利亚省的政府 还是联邦之间他们的沟通有什么问题 才会导致这样的事情产生 就拥口明明已经人到那边又被取消 然后又上诉 然后又被取消 那针对这事件 我们已经知道澳洲政府的看法了嘛 反正就是Morrison就是先 我非常支持我们部长的决定啊 Raw is rule 没有人可以有特权 那时候那个维多利亚的省长 他本来前一次受访的时候是说 哦我不知道耶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你们要问要不要把他驱逐出境 都是部长可以决定啊 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偏好啦 但是呢你也知道强倒众人推 在拥口被赶出去之后呢 他再次受访时就落井下石 就说 哦 拥口以为他自己一个人比奥王重要 其实没有 所以他就被我们赶出去了 那奥王协会本身 当然是被大家骂到臭头 这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拥口的母国塞尔维亚 前一集我们有提到 就差一点升级外交事件嘛 还有他们的两边的总理呢 也有一些对谈这样 但是最后呢 拥口还是被驱逐出境了 第一个就是他一回国 就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然后因为塞尔维亚的总统 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 他叫Voushuk 反正就应该是蛮会作秀的 他立刻就跳出来说 这是一个witch hunt 澳洲政府是立野屋吧 把我们家拥口拿来当做 政治迫害的对象啊 为了展现他们的权利啊 为了选举才这样子的 那再来也关心一下澳洲人民 对这次事件的看法 我看了一些报道 大部分的人呢 基本上都是抱持着一个 哇哦 澳洲政府连这种小事都办不好了 真是不令人意外 第一个点呢 是澳洲的边境移民政策 虽然总理Morrison说 Rule is the rule 但这次的事件等于是曝光了 告诉大家 There is no rule 比方说 为什么拥口明明已经拿到签证了 却可以在入境的时候 临时被取消签证 再来是上了法庭之后呢 法官又说 哦你们取消签证 这个做法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又反取消你的取消签证 再来就是他们已经入境了 大家以为事件差不多到这里落幕了吧 但是在舆论之下 澳洲政府居然还是有权力 可以任意的将他赶出澳洲 基本上呢 移民部长可以任意决定 入境者的去留这件事情 之前就已经很常被奉刺为是 上帝之力 God powers 所以这次的事件其实也是凸显了 澳洲在边境啊 移民啊 难民政策上面有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这次拥口有被移去 移民居留所住了很多天嘛 这也让很多之前的仇事曝光 像是拥口住的那个旅馆 才不久之前呢 就有住在里面的难民 分享了他的食物里面居然有蛆 还有难民呢 是分享说 他其实从小婴儿的时候 就被关到这个拘留所里面 但是到现在因为他的案子 也没有解决 他已经 已经是长大成人了 居然还被关在里面 总之就因为这次拥口的案子呢 就把他滥衣摊在阳光下这样子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觉得澳洲政府 怎么连这种小事都可以搞砸 之前明明就有超多名人特权事件 都没有事情 但这次这么重要的国际赛事 全世界都在看 搞成这样就根本就是双输的局面嘛 然后澳洲当地的一个讽刺著名的媒体 叫Double Bay Today 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投票 应该说也是非常认真啦 因为他们访问了5600个澳洲人 那那个问题是这样 是二选一 总理Morrison跟Jokovic Junko 你们比较想把谁驱逐出境 要不要猜猜结果是怎么样 好其实结果非常的接近 但是呢 Morrison还是胜出了 有52%的澳洲人表示 他们比较想要把Morrison驱逐出境 那Junko只有48 好所以呢 从这个有趣的小报导呢 也可以看出澳洲人在这次事件呢 对于澳洲政府有多么的不满 最后掌柜也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澳洲特派员安妮提供了两个 发生这种是一点也不意外的观点 第一个呢 是 我还是有点意外 澳洲最后真的把Junko赶出去了 我以为就吵吵闹闹的最后就结束这样 那关于这点呢 安妮表示 因为澳洲有澳洲的玩法 她提供了一个冷知式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去年呢 Google跟Facebook在澳洲被控垄断 总之就是澳洲通过了一个新法令 就说 你Google垄断了搜寻引擎啊 你Facebook垄断了媒体 那导致我们原本的媒体业都生存不下去啊 那我现在要求你们退出 事情发生之后呢 Google跟Facebook就很傻眼嘛 想说 好吧那我们退出就退出吧 那你们就不要用啊 结果没想到他们就真的退出了几天 尤其是Facebook 就有一段时间 澳洲人就连不上Facebook 但后来Facebook就发现 哦 澳洲人好像真的无所谓耶 那去年一整年 Google跟Facebook就陆续在跟澳洲调协议嘛 去年九月的时候呢 Facebook就有发布一个新闻说 哦 因为我们Facebook现在有一个Facebook News的channel 如果你用户呢 你不小心点到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其他的新闻嘛 那新闻来源可能是其他的媒体或是电视公司 那Facebook这个新闻稿呢 是说哦 他们已经跟澳洲的电视台啊 媒体达成的协议 如果有用户呢 在Facebook News上点了他们的新闻 那这些公司是可以得到分润的 好那这就是Facebook决定要付钱的一个故事 再来是Google 11月的时候呢 Google也发布了一个新闻说 好那未来五年 他们会花7.5亿美金 投资澳洲的网路基础建设和研究 那也会释出非常多的工作机会 好这等于也是就付了澳洲政府赎金的意思啦 从这两个新闻的例子呢 安妮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澳洲人其实某种程度上还蛮无为而至的 呃 那很多时候当最没有要求的人呢 你就是谈判筹码最多的人 所以说呢澳洲有澳洲玩法 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呢我也是蛮吃惊 澳洲居然是会有那种联邦州政府 瞧不定的护体啤酒的事情这么严重 我们的澳洲特派员安妮是说 其实澳洲的政府啊组织都蛮叠层嫁屋的 有很多虚位权责也分不清 呃因为他们是君主立宪制嘛 但是呢又有联邦跟州就地方自治这样 最常很多事情就搞不清楚到底谁要负责 他举个例子啊就说 其实你想不到吧 澳洲到现在还有联邦总督跟各个省都有各个省的总督 好那总督是干嘛用的呢 呃因为澳洲是君主立宪制嘛 澳大利亚其实是大英国邪的其中一个王国 所以澳洲其实还是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为君主的 但是因为女王平时在英国啊 她要怎么在澳洲当君主呢 所以说澳洲就只好设了女王的君主分身 而且还不止一个分身哦 她还有女王各州的分身 还有女王的联邦分身 也就是联邦总督跟州总督 基本上就是一个虚位啦 呃所以澳洲人其实也常常会自己开玩笑说 澳洲在我们这边职称最高的就是不用做事的人 好那透过这个总督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 澳洲的很多法规啊制度啊 其实都比想象中的复杂很多 尤其是这次的窘口事件 呃如果你去看他那些法院的判决啊 听证会 那些文字其实都蛮R口的 很多都是因为可能旧时代 从英国流传下来的那些用语啊 跟那个制度很久都没有改过了 所以才会有这些很复杂的东西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更新到这边 希望大家还喜欢这次的三人城虎 时事为之事单元 另外我也帮大家精选了窘口事件 各国乡民做的名 follow一下北家中央行的FBIG就可以看到咯 如果你们还有对什么有趣的国际新闻 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提供给我知道咯 掌柜来帮大家追踪报导一下 那就这样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